他好兔不吃渡邊草 色兔專吃渡邊草 你知道吧 他是永豐的總經理 海外部的總經理 他有三個妹 A女 B女 C女 我覺得你特別喜歡這一個部位 A女氣質B人 你知道吧 分析到這個細節 不錄了 不錄了 回來 A女 B女 C女 我們是八點檔 你去領政院 快轉 然後這三個都公司的人 都變成他的女朋友 B女何壽川的秘書 還被他抓去當女朋友 那不好意思 因為小平哥你也有在選舉 那我推論一件事情 因為林冠玲講說奇怪了 就選舉如火如荼的時候 然後你為什麼偏偏要在選前 然後很忙的 我剛剛講A女比你去 你都阻止我 我上舉集的時候 他就叫我一直講 真的啊 開玩笑 繼續 好 繼續 那你講 我們全是很不懂 好 來 開玩笑 講這個 講這個 你還脫王舉姬下手 不要一直打在我們街頭 幹嘛這樣 張靖遠就是黃國昌心中最軟的一塊 我再說一次 張靖遠就是黃國昌心中最軟的一塊 黃國昌 大小聲然後連都黃國昌心中最軟的一塊 有沒有 這個叫做知我者張靖遠也 但是張靖遠什麼背景 張靖遠2014年的時候 阿遠鋒金當總經理 當時他手上的專案是前進中國 前進大陸 2014年張靖遠是史稱絕對力挺服帽的人 一個力挺服帽的張靖遠 一個反服帽的這個麥克風手叫做黃國昌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十年後兩個抱在一起 黃國昌曾經因為張靖遠被某週刊偷拍 大罵那個週刊 當然用不一樣的這個名目 國 反正就是講的難聽 每天追殺 只要那個週刊報導他的事情 他就說這個是科幻小說 不排除提告 都用最嚴厲最高分貝的方式 去譴責那個週刊 這個就是兄弟 難兄難弟 他們兩個還曾經成立一個叫做吹哨者聯盟 我後來發現張靖遠真正的武功高強 不在剛剛的圖表上 張靖遠真正厲害的叫做假中立 聽清楚了 假中立不是桃園人假裝中立人 是假裝不藍不綠 張靖遠怎麼接觸黃國昌 他一定有他的方法去跟他講說 我們這些這邊有一些案子 希望你能夠替我們洗清 這個澄清我們的清白 不然的話 如果不是黃國昌不知道怎麼辦 我聽過很多跟黃國昌配合的 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請他 這個出馬協助 想不想當作東山再起的一個舞台機會 某個案子 他講完隔天就出門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處理 我要講這個東西 意思是什麼 黃國昌他其實是一個超級愛面子的人 你不能讓他臉上無光 你去調侃他 說他開玩笑 說他這個最近的髮型怎麼樣 他可以當下飯不吃直接回頭就走 他是這種人 這麼難相處 很難相處 根據過去時代力量的幕僚爆料 曾經要介紹一個金主跟黃國昌吃飯 黃國昌大遲到 到了現場塞勝地 對方跟他調侃說 你過去的戀愛的歷史怎麼樣而已 爬起來就走了不吃了 所以黃國昌是非常笑皮 台語叫笑皮就是很愛面子的 被郭國昌打耳光 怎麼沒有還手這麼愛面子 他有吐口水在郭國昌身上 他的武器是口水又不是手 所以黃國昌跟張靖遠 兩個真的好到沒有辦法拔開 那你知道為什麼張靖遠 這麼疼愛黃國昌 因為張靖遠當時陷入一場官司 是跟永豐金內部的這個互告 我先跟大家拆解黃國昌 如何使用假中立的套路 你就會看得懂黃國昌 一路從政以來都在用這一招 非常卑劣的手段 民視的官司 是喔 律師也在現場 民視的官司 內部的員工 要跟企業的這個現行的幹部 兩邊要對抗 一般來講就是假方乙方 進法院就沒事了 黃國昌接的這個案子 不是用律師身份接 是用政治身份接 他說這個叫做吹哨者 受到集團的迫害 我們要替他勇敢揭蔽的行為 按讚 用這種方式來擾亂進行中的官司 總經理是接閉者 這個才是黃國昌最厲害的 叫做大體化妝師 把整個大體 大致上的問題 都把他化妝掉 對 所以你們本來是假以方互告 我本來也 我也不認識何壽川 我也不知道永豐金 永豐金董事實在是連勝文連勝五 我根本不管他們是懶的還是幹嘛的 但是對我來講 如果正常人的理解 你遠遠看這個問題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企業內部的官司 已經告了嘛 結果黃國昌跳出來說 這個不是 這個是結閉 我們要立法保護吹哨者 從此知道張靖遠得到頭牌吹哨者 天治第一號 台灣唯一吹哨者的美名 這個時候官司他就變得複雜了 這個時候外面的輿論就會變成說 你法官如果判張靖遠有問題的話 是不是站在高牆的一方 這個就是黃國昌厲害的地方 人家官司內斗 人家有產權 有這個權力分配 或者是有什麼公司制度上的問題 他們去法院釐清 你黃國昌用政治破壞司法 這個就是這個就標準的 這邊律師在現場 你很可以理解說 當你的案件受到外部的輿論干擾的時候 你會很明顯的感受到這個就是政治力介入了 黃國昌就是專門在幹這件事 有時候就是說其實已經進入一個訴訟 就是回歸法律 我們大家從法律的角度來處理就好 但是有時候法律的部分 萬一可能是站不住腳 還是理由不太充分的時候 可能就會如這樣子 如果您說說就是說 用其他的方式去扯別的 對來讓別人產生一個感覺說 好像除了法律之外 還有其他的東西要來這個衡量的 用這種方式 所以黃國昌就是第一個 而且也是最擅長用政治威脅司法的人 所有黃國昌經手的都還沒有定念 也沒有證據 也沒有這個 也沒有這個判決過程的時候 最喜歡在對司法案件指指點點的 政治律師就是黃國昌 烈雷劍慶腹案 大同案 永豐金這個吹哨者 你講得出來科學層物流 每一件事情都是司法進行中 黃國昌用政治人物的身分進來 給其中一個人戴帽子 甚至講誰是同路人 講誰是中資 這些他都很擅長 最愛給人家戴帽子化妝的人 就是黃國昌 但是十年何東十年何西 大家現在的年輕人 看到黃國昌以為他是 就是如網紅正義的化身 不知道他十年前 跟他站在那一群人身邊 正在對抗著 十年前的雞蛋 變成十年後的鐵蛋 還是阿婆的鐵蛋 硬到可以摧毀高牆 還可以在高牆上面 恐鼓勵國社會 這就是黃國昌 所以黃國昌他的特色就是什麼 就是為人擦脂抹粉 用政治的語言去干擾 正在進行中的司法 也就是現在小草上街抗議 要維護司法正義的最大敵人 就是黃國昌 所以張靖遠長期以來 認為黃國昌的人設很適合 來幫他伸張正義 所以他們兩個情侯異合 一拍即合 後來張靖遠又找到了柯文哲 所以張靖遠 這個都不用我講 張靖遠是藍底的 藍倒不能再藍的 本來永方金就是藍跟藍之間的對抗 結果因為藍藍相鬥 誰說說說有理婆說不有理 找了一個第三勢力過來當這個介入的人 我跟你講這種事很常有 我自己在當國防外交委員會的時候 的時候這種事情一狗票 國軍的某個單位招標 然後讓某個藍影外面的公司 接一接兩邊有衝突 然後跑來找我 因為他們都是藍的 他們找藍的 誰也不願意幫誰 這就是永方金那個時候遇到的本職 黃國昌聽話了 結果後來換柯文哲聽話 這些人就是專門在做這種生意 藍的與藍的之間沒有辦法處理的事情 就交給他們處理 很自然的 他們的血 長期在那個環境靜營之下 走出來每一個人都變藍色小精靈 黃國昌我每次看到他 他就像戴著一頂白色帽子的藍色小精靈 柯文哲也是小精靈 讓我回到童年時代像在看卡通一樣 對不對 正藍起是像這個大精靈 大藍精靈 小精靈就是黃國昌跟柯文哲 藍藍的出來 講話都很幼稚 戴個白色的帽子 戴個白色的帽子 還有白色的尿布 所以 這麼年輕幹嘛穿尿布 沒有 那是卡通化的 卡通化的 小藍精靈 對 所以黃國昌跟柯文哲 長期以來 根本就不是什麼中立的第三勢力 根本不是什麼藍綠之外的選擇 十年前他們辦綠色的側翼 十年後他們坐實藍色的側翼 就是這樣子的角度 在政治場域上生存 十年前 十年後 這個從跟張靖元 跟永鋒金跟福茂的支持者 甚至跟連生文對抗的人 現在這群人全部抱在一起 就叫做民眾黨 好 那小平哥 張靖元 你剛剛有一開始有稍微點到 那張靖元的部分 你幫我們做延伸 前幾天嘛 那個三立同來的陳斐絕 我們昨天主持一個節目對不對 然後裡面有報 就是丁徐學他們有講 就是說 就有可靠人士 說疑似 這個張靖元呢 他是總經理嘛 對 他是 然後他是有一個這個 就跟那個何時川見面 說跟他要三億 然後呢 然後何時川不肯 那幹嘛 成立一個什麼 一個協會 就是一個公司相關治理的協會 對 何時川當然不久把他趕出去 那之後就爆出一個大事 就何時川被受壓 就是 他就變吹哨者了 他就把內部的東西壓壓出來啊 所以你說前面先有一個勒索 對 勒索不成 才有後面的這些反撲 然後變吹哨者 然後把自己美化 那這個是恐嚇取宅還是吹哨者 哈哈哈哈 是嘛 然後好 那就請他去講嘛 既然電視節目都做了 然後呢 吹哨者聯盟是什麼 是有正義的一群人 你黃國昌怎麼會跟這個人在一起 那是這樣的人 那你為什麼柯文哲又跟他在一起 他是偏藍啊 他是跟那個藍營比較走得近等等 那我覺得 他不是有介紹那個聯科之番 柯聯啊 就是他跟連勝文很好 那連勝文跟柯文哲 醜當然很深嘛 那想後來連勝文不要嘛 就是說兩個和解一下 他有去穿針引線 對 沒成功 他幹這個事過 真的幹這個事 那這個是他的功德嘛 功德 那他的司令 公領域 那司令域咧 他好兔不吃渦邊草 色兔專吃渦邊草 你知道吧 他是永豐的總經理 海外部的總經理 他有三個 他有三個妹耶 A女 B女 C女 我覺得你特別喜歡這一個部分 哈哈哈哈 A女 A女氣質B人你知道吧 哈哈哈哈 要分析到這個細節 補錄了補錄了 哈哈哈哈 回來回來回來 A女 B女 C女 這個我們快轉快轉 我們是八點檔耶 你去領政策 哈哈哈哈 快轉快轉 然後呢 這三個都公司的人 都變成他的女朋友 逼你何壽川的秘書 還陪他抓去當女朋友 那不好意思 因為小平哥你也有在選舉嘛 那我推論一件事情 因為呢林冠玲講說奇怪了 就選舉如火如荼的時候 然後你為什麼偏偏要在這個選前 然後很忙 我剛剛講A女 B女 C女 你都阻止我 我上舉經的時候他就叫我一直講 真的啊 開玩笑繼續繼續 好好繼續 我們選舉的不同 哈哈哈哈 我們摸摸專注的東西不太一樣 哈哈哈哈 你還偷往舉經嚇死 不要一直打到我們的節奏 這樣 對啦 所以小平哥我是說選舉的時候 這麼忙碌的期間 非去請教這個張晶圓不可 你覺得跟金流有沒有關係 當然就是他是他金流之父嘛 他是金流之父 金流教父 他是海外投資資產的那個 太陡欸 冷錢包 然後我問你啦 三筆錢一個是豬亞服送的錢 跟那個公司出了錢頂月啊 然後子公司啊什麼 中華工程等等 那第二筆錢 檢察官如何如土想查 就是這個海外賬戶 也拜託那個艾格蒙也在查的嘛 拜託美國人幫忙等 然後 這個以及冷錢包 這個都選舉那麼忙 你見他幹什麼 那顯然喔 他這個四方面 就是而且他多重要 他每個月的禮拜五 我們都有 他們裡面有個內部非 非建制的會 裡面他都可以參加 都是跟秘書長 黃山他們開會 你知道這個 這多重要 所以張靜元都有參與他們 很重要的會議 2014本來找他當副市長 他不來好不好 錢太少 因為他們的年薪都千萬以上 才十六萬誰要來啊 他說我要被議員罵 我想不要去了 他就沒來了 沒來就變成體制外 裡面這方面 一幫他募款 然後這種所有的金流 各方面都跟他請教嘛 就這個人 我跟你講 他建構了 他建構了什麼事 你知道我們所有的財經單位 跟財政有關係的 你知道我們市政府 小內閣 那全部都要永豐幫好不好 那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那個什麼 財政局長重不重要 重要吧 陳佳蓁 永豐的副總 都他介紹進來的啊 然後悠悠卡 這個什麼 這個邱玉凱 你知道他介紹邱玉凱進去 希望照顧邱玉凱 你知道科文的幹了什麼事 你知道嗎 我們就十六萬 年薪就兩百 就是悠悠卡的總經理 為他修改規定 年薪四百萬耶 你說本來是多少 兩百啊 不是兩百啊 可以這樣喔 我們不管我們四大公司 什麼農產以前 以前那個什麼韓國瑜 都十六萬啊 年紀就兩百 這是規定的這個是 那你憑什麼 你張靜元去推薦 你的副理而已喔 因為他的手下 銀行的副理 算徒子徒孫了 去悠悠卡 依你憑什麼當悠悠卡的總經理 我問你 還兩百萬提高到四百萬 為了他耶 小平兄你知道邱玉凱 去張靜元那裡之前 是在市長市 就弄那個網軍嘛 網軍頭啦 網軍頭啦 對對對 所以其實他是去永豐金洗 洗個經歷 洗個經歷 並不是張靜元舉薦 他不是採經底啦 他是網路底啦 應該這樣講啦 那這樣的人 你為什麼要給他四百萬 你知道一元化然喔 暴動啊 你知道台北市的副市長 你只有領十六萬耶 他領32萬年薪 胡鬧嘛這個 柯文哲就幹那個事 可見 而且他問他什麼 招商引資 因為他每天被罵 他是歷任台北市長 你知道外資來投資 最少的台北市 他很急你知道 他想扳回這個顏面 就一直問他 你要找那個外國人 來投資啊幹嘛 然後那每一次 都有留一段時間 給他發言 每個月的禮拜五 就講那個招商引資的經濟 台北市的經濟發展 就靠他 關係太密切了啦 這個有一段 這個有一段經典 我幫他小平哥補充一下 那個時候議員質詢問柯文哲說 你為什麼要把這個人 兩百萬加到四百萬 對 你知道柯文哲又用出了 他的科試語錄 你知道他講什麼嗎 他說 我常講喔 低薪是貪汙的 低薪是貪汙的溫床啊 那我知道了 然後就沒有回答了 就走了耶 台北市長十九萬低薪 他為什麼要做這麼多事 太低了難怪他 還要被議員唸 還要被議員罵 那思覺會太低了 太低了 所以整個張靖遠 接下來會紅 會紅 他稱為那個 他稱為台灣碰乾 因為橘子跑日本去 他碰乾的理由是什麼 比橘子大顆 而且子弟比較優良 而且他的這個 我相信 所有的金流什麼 我覺得應該傳他當證人 因為他跟科太密切了 我覺得應該就海外帳戶 跟這個冷錢包 傳過了 檢察官 張靖遠沒有啊 還沒看到 還兩個人沒傳 他跟黃三子還沒傳